在我国对抗冠病之路做出贡献的 428名国防部和武装部队人员 获颁应对冠病国家奖章 国防部表示 国防部和武装部队人员在疫情期间 为保卫我国和平与安全随时待命 也全力支持政府对抗冠病的工作 空军部队军医洪德汉高级中校市 获得表扬奖章的人员之一 我的团队虽然 但是我们还是能时时刻刻 规划 做出调整和实施一定的措施 以确保空军人员的健康安全 并保持空军的作战最佳状态 获奖者包括制服和非制服人员 他们在协助稳定外籍劳工宿舍的疫情 以及在接触者追踪和康复设施等方面 做出了风险